受害人王女士向警方报案 称自己出租房内的手镯项链等物品被盗 好在王女士在梳妆台上安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 可以看到 当时有一名男子在王女士的房间内翻箱倒柜 她的反侦查意识还挺强 为了作案时不留下指纹 手上套了一双肉色丝绊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梳妆台有个摄像头 她好几次几乎将整张脸凑到了摄像头前 男子翻完梳妆台又翻衣柜 偷走了手镯项链等值钱的物品 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 李某有盗窃前科 作案后潜逃外地 被公安部门列为网商载逃人员 近日李某在山东落网 目前已经被押戒回岳清